洞野湖 洞野湖是北海道著名的溫泉聖地 也是賞風聖地 很多人都想趁著風紅的季節 來這裡泡泡溫泉住上一晚 這裡有很多家溫泉旅館都是沿湖而建 胖狗這次挑的這家旅館叫做乃志峰 一進門就不難理解 這家旅館為什麼近年來人氣這麼旺 大片的玻璃窗正對著湖景 時髦的現代和風設計 讓人一進來就有賴著不想走的衝動 乃志峰旅館有很多不同的房型 胖狗這次訂的是比較大的和洋式房間 除了一個小客廳之外 還多了一個小和室 房間裡的設備也很齊全 不但有有機咖啡豆 竟然還有一台手工的磨豆機 太棒了 咖啡豆就是要現磨現喝才香啊 房間裡的浴室只有淋浴沒有浴缸 不過住這種旅館 誰會待在房間洗澡呢 當然要趕快換上衣衣去泡溫泉啊 由於露天風呂裡面人很多 胖狗不能攝影 所以這是官網的照片 男女分開的露天風呂 都是採用這種無邊際的設計 讓人真有一種在湖裡泡湯的錯覺 另外一個叫昭和奶湯的室內湯 也很有趣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很像阿富寬 在電影羅馬浴場裡的場景呢 終於到晚餐的時間了 老實說 胖狗對這種自助餐 沒抱什麼期望 所以就先派羅小斌去吃吃看 羅小斌 嗯? 你有沒有拿牛肉? 有啊 這個就是啦 蛤? 很多? 對 倒的牛肉 倒產牛肉 真的 趕快來試試看好不好吃 好 那我來品嘗看看 會不會很老 一點都不老 真的 非常的軟嫩 那那個呢 油脂 豐不豐富 雖然比如說A5和牛 但是 焦起來非常香 真的耶 這個現煎的倒產牛排 品質比想像中好太多 難怪拿這道菜的客人 大排長龍 胖狗還看到一道很特別的菜 烤鹿肉串 這個鹿肉串很嫩 千萬別錯過喔 更值得推薦的是 這個料理長特製的湯咖哩 真是又香甜又濃郁 乃志豐旅館的自助餐 品質還真不錯 吃完了晚餐 我們趕快回到房間 正好趕上8點45分 開始施放的煙火 為了吸引遊客 洞野湖每年 從4月底到10月底 每天晚上都會在湖上放煙火 湖畔的每間旅館 在自己的房間內就可以欣賞到煙火熊 胖狗第二天起個大早 泡了個盛湯之後才來吃早餐 哇 有好多種口味的飯糰喔 咦 這個是什麼 喔 這是現炸的蘋果汁耶 這裡的早餐非常非常豐盛喔 這個是現炸的蘋果汁 現炸完全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就是好喝 然後這邊韓館的那種 伊卡也有 還有這個是 鮭魚 鹽渠的鮭魚 早餐 100分 吃完早餐 當然要運動一下 我們就來湖邊散散步吧 如果想搭遊覽船 遊船碼頭就在湖畔 就算不坐船 光是在湖邊散步也很有趣 因為洞園湖畔就是一個雕刻公園 沿著湖畔步道 這裡有58座雕刻 咦 羅小斌怎麼跑到雕刻後面拍照咧 喔 原來這個雕刻後面有秘密 是一個女人耶 在所有的雕刻中 人氣最高的就是這個郵票雕刻了 角色美麟有郵票 胖狗也有郵票 這個是洞園湖溫泉郵票 價值100日圓喔 我們叫他做洞園湖郵票 寄回台灣